接下來我們來看到呢 在這個2024大選封關的民調 現在各家的民調也帶大家來關心 來看到各家的民調的狀況 那麼首先來看到在30民調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賴蕭配 在這邊是30.9 而另外呢接下來再來看到的是 在侯康配是27.9 再來看到是柯銀配23.8 再來看到是聯合報的民調 在這個部分在賴蕭32 侯康27 柯銀21 還有包含了ETtoday ETtoday的民調在這邊 賴蕭38.9 侯康35.8 柯銀22.4 以及TBS的部分 賴蕭33 侯康30 還有柯銀22 林傳媒 賴蕭36.89 好 侯康32.83 以及柯銀的23.64 你可以看到各家的民調 在這個部分呢 數字是不太一樣的 但是在這個排名的部分 好 都是一樣 123這樣的一個順序 好 民進黨依舊還是比較領先 那麼侯康的部分是第二 再來看到是店裡就是在柯銀配的部分了 那在這邊還有看到另一個部分 在 得票率的一個預估 好 上頭剛剛看到是這個 支持度的部分 下面看到是一個得票率的預估 好 你可以看到呢在這個賴蕭38.33 還有呢在這個侯康34.57 以及柯銀27.12 那麼以這個投票率來看的話 得票率的部分 在賴蕭能夠來到507.9千票 還有侯康457萬9千 以及柯銀配的359萬3千票 好 三組候選人在這個得票率的部分 分別是38.33 34.56 以及27.12這樣的一個預估 那你可以看到如果是以這樣的一個預估的話 就可以看到賴清德還是有機會 是以50萬票的差距為幅的領先 讓民進黨繼續的執政 那就是到目前為止的一個預估 好 你可以看到現在大家在關注了 包含在兩岸的部分 包含呢還有在這個年輕部分 要如何來拉這些中間的選票 都是呢每個黨派在最後這段時間 要來做出一個讓大家能夠把票投下來的這個關鍵 那麼可以看到在這個民調的部分 在侯康跟賴蕭民調 你可以看到最近拉得比較近了 那麼柯吾還是在第三 所以大家就會問到了在民調的部分 要如何來做棄保嗎 侯友宜就說了這個路邊 民調路邊撿的大家看看就好 不要用中共戒選的民調來抹紅他 同時呢他也說柯文哲也不喜歡人家抹紅 所以拜託 拜託柯文哲不要說這個是 抹紅侯友宜都不好 那麼在這個部分柯文哲也來回應了 他說我們也沒有再鼓勵棄保 好 雖然在野黨最近就掀起了這個棄保的話題 不過呢柯文哲的總幹事黃珊珊就說了 這個內參的民調的部分 事實上呢他們是已經是有超車了國民黨 那麼黃珊珊呢也說在臉書上大喊 氣候保科是關鍵 但是你可以看到柯文哲也說藍的會投白的 因為他不要綠的當選 但是白的是不會投給藍的 因為一開始就不喜歡 所以呢他就說我們也沒有鼓勵在棄保這個部分 那至於說在這個棄保 大家會關心是不是會影響到最後呢 因為現在這個郭正浪亮哥就說 到目前為止你可以看到 不管是哪一家的民調12345 在我們的畫面上做了五家民調 到目前為止呢都是賴清德領先的 但是他認為說坦白說 賴清德其實心裡有點害怕 因為在柯文哲的部分 如果說柯文哲最後的票會怎麼動 那差距大概3%左右不到50萬 那賴清德的票在這邊可以看到 如果以現在得票率預估來看 他是領先了這個50萬 所以接下來重點就是柯文哲 侯友宜這個資金的票如何來移動 好所以大家就看到這個棄保說 那麼這個沈正南就認為說 賴清雖然目前是民調領先3% 但是從藍綠的支持群來講 侯康的投票率超過賴清的3% 所以他認為在賴清的部分 很可能最後是會翻車的 好這個沈正南醫師也看到 目前呢確定的就是第三 那麼是柯文哲 但是前後他認為還是有一些變動 還有看到林卓水 林卓水認為說這兩天民眾黨總統副總統候選 政見都是在反對棄保 但反棄保怎麼也會成為政見呢 過去也一再的公開建議 不要搞什麼中間路線 否則企圖要左右逢源的話 就怎麼樣呢 最後會左右夾殺 好你可以看到現在倒數時間 國民黨主席朱一倫 針對媒體上提供了一個封關的民調 那也表示說侯康佩的部分支持度 支持率略微的下滑 主要就是流失了 我們剛剛提到 中間的選民還有陶竹廟地區 他說民進黨因為最近開始選舉 又開始走一個抹黑的戰略 所以他也呼籲所有支持的選民們 大家要定下心來 我們前兩天已經公布了 我們的內參民調 大概在各項的數據上面 都是在統計誤差裡面 那尤其是我們的 這個如果是純事化的 目前我們是領先一個百分點左右 那這兩天的內參民調 趨勢都差不多 那我們越來越好 越來越強 但是我們會非常的小心謹慎 因為民進黨不斷的出澳部 不斷的抹黑 不斷的抹紅 所以我們一定要非常小心謹慎 除了我們可以看得到 民進黨最近打的 所謂凱旋院的抹黑的戰略 在全國各地用大型的看板 用這樣子抹黑的 全面抹黑的一個方式 那就是想要攻取 這次的總統大選 我真的很難想像 台灣最後總統大選 是靠全面的抹黑才有辦法勝選 所以民進黨的這個澳部 大家稍微沉思一下 尤其中間選民稍微思考一下 這樣的澳部如果能夠成功以後 台灣就是變成一個抹黑王國嘛 變成一個抹黑的民主 那我覺得我們不應該 再受這樣的影響 在最後的階段 我們就是希望大家定下心來 民進黨政府總候選员侯友宜 周少康 以及黨主席朱立倫 來迎縣市首長明代 今天是全台動員 在1139個入口敗票 針對九二共識 綠營不斷的抹紅 對此副總統候選 趙少康也強調 所謂的共識就是不吵架 蔡英文應該要大聲說出 一中就是代表中華民國 倒數兩周 公民黨侯康佩拼順選 一大早7點半 侯友宜就定位 要用最親民的方式 拉近和選民的心 謝謝 加油 加油 全台2月2縣市 同步配合站入口 侯兆分進合集 趙少康站完入口後 又趕到新北方 掃機 輔選車掃 大家好 我是趙少康 我是趙少康 發揮戰鬥欄實力 趙少康不只陸戰跑透透 前一天和民進黨民眾黨 在副總統辯論會上 談到兩岸關係 也被外界認為切中要點 一中就是中華民國 比你還早38年誕生 然後是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要這樣大聲講啊 怎麼去認同習近平講的話呢 你完全失去一個中華民國 總統的立場 這很奇怪嘛 我都知道我不認同習近平講的話 我不認同大陸官方講的話 我認為一中就是中華民國 趙少康再次講清九位共識定義 畢竟對手民進黨打選戰 抹紅抹黑藍營 把反中當成唯一選主牌 共識可以有相同的意見 也可以有不同的意見 比如說你有你的意見 我有我的意見 那我們就說好吧 那你就做你的 我就做我的 這也是共識嘛 這怎麼不是呢 老共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們說是當然中華民國 這就是好 然後共識是說 我們不要再吵了 藍綠工訪你來 我謊趙少康在全槍蛇陣中 明確重申立場 選戰倒數衝刺 戰鬥欄發揮實力 持續爭取 選民相同 藉點夢長陳新怡 新北採訪報導 民眾黨中候選柯文哲 跟副總統候選吳信瑩 啟動了車掃 那麼柯文哲首日鎖定新裝板橋 吳信瑩則是來到土城樹林跟新店 一路往西南部走 到選前一天 而柯文哲在行前被問到說 後有喊話 藍白六點協議依舊有效 讓柯文哲 扮演重要角色 但是柯文哲就冷回 都已經是中共支持的人了 沒得談 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 和副總統候選人吳信瑩 啟動車掃敗票 將一路持續到選前十二號 柯文哲從新莊進總出發 吳信瑩則是從土城樹林發車 兩人分進合集 但柯文哲似乎太久沒有車掃敗票 顯得生疏尷尬 翻譯玻璃也幾乎把整個人圍起來 之後和圍安協調後才降下來 更貼近拘詩者 到處吳信瑩戴著墨鏡 親自用麥克風喊話 展現親民感 車掃過程還有小插曲 路過蔣信章競選總部大喊柯文哲加油 吳信瑩也路過林金潔競選總部喊動算 藍白互相加油實現另類藍白河 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 也在專訪中喊話柯文哲 藍白六點協議仍然有效 而未來聯合政府柯文哲 也會在當中扮演躍腳 但柯文哲不領情 拒絕和國民黨談選戰倒數十一天 柯文哲要催出自己的鐵票倉 但也把過去的藍白河 忘得一乾二淨 記者歡迎的蔡明宏 新北朝央報導 好 來看到呢 在高端的部分 為什麼被蔡政府 當成那個機密 國民黨立委候選 爆料高端股東的名冊當中 好 來看到呢 有1000多位都是民進黨黨員 甚至綠營的高層 其中前民進黨立委 劉俊雄更是 曾經的前十大股東 那麼在高端的股票 這個股價在高峰時期 出售了大量股票 因此現在質疑是不是內線交易 同時藍軍也爆料 高端股東會的英黨 更是聽到疑似呢 是EUA的委員 透露會讓高端審查 一路開綠燈 藍軍立委候選人 赴北檢告發高端 董事長陳明正 總經理陳燦堅 以及民進黨前立委 劉俊雄 涉嫌詐欺 圖利 還有內線交易 因為高端股東名冊大曝光 經見前立委 劉俊雄曾是前十大股東 就連小英地方 婦女後援會核心幹部 賴清德 信賴之友 會重要幹部 都在股東名冊內 算一算 裡面有超過1000多人 都是民進黨員或幹部 至少有1000多名的民進黨員 持有高端股票 劉姓前立委 在2020年的時候 也出現在高端財報的 十大股東名單裡 他在2021年 出售了大量的股票 就是高端股票 漲最多的時候 更離譜的是 高端股東會因黨曝光 還有陳大醫師透露 會讓高端一路開綠燈 他說穩通過的 一路綠燈 他是穩通過的吧 陳大的醫師啊 對 藍俊怒吼高端疫苗 難道連EUA審查 都是綠油油 才能保證一路開綠燈 他是全部綠油油的 EUA就有這個情況 有一個委員 他覺得他不同意 下一次再開就沒有他了 這就是民進黨做法 這個手段是粗魯啊 實際上是難看 什麼叫一路綠燈 廠商只通高層啊 安商過節到這樣的程度 賴清德說贊成公布高端合約 但行政院到衛福部 卻不敢坑聲難道合約 裡面真的有鬼 當然有鬼啊 為什麼要封存30年 就代表裡面有鬼嘛 全世界的這些資料 公開都公開 價格也就不公開了 就只有高端嘛 官商掛勾在一起嘛 他怕警備之後 牽扯更多的人 不要忘了 股價從幾十塊 一路飄到四百多塊 我們的行政院 我們衛福部的部長薛瑞源 說只要業者同意就可以 笑死人了 是我們納稅人的錢 去付錢 給你去買高端 高端真的是有鬼嗎 高端疫苗炒股案 63件高發案全數千截 但股價從34元 飆漲到417元 如今股東名測大曝光 不知道有多少綠油油 靠著高端大發國難財 記者張誠民王志函 SN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健康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imt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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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tons